作曲 李宗盛 讀書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那都市校我們其實是一個八個人的小團隊 很多人會很驚訝 就是一個小團隊 怎麼會做出這麼多的事 這麼好的проject 那我們今天 為什麼會邀請都市校我們呢 主要是因為 我們這次的系列叫做 都把藝術上做動詞 那這個系列呢 是請了這個劉慧遠老師 他是一位博物管學的專家 他經常寫一些關於博物管的一些論述 一些著作 那他私自然就提出這個idea 就是藝術不只是一個名字 或是不只是一個形容詞 而是一個動詞 是在生活中實踐的一個idea 所以我們這個系列呢 就要請一些特別在生活中展現創意 特別強調實踐行為行動藝術的一些 藝術家或是設計師 來跟我們分享上的經驗還有想法 那都市少女呢 一直來 一起來 都在探討一些都市的可能性 就怎麼樣透過設計 讓一個城市能更發揮它的價值 更讓它變得更好玩 就是大家更愛自己的城市 那我們今天的主獎人呢 就是都市少女的總監周玉如小姐 其實我們都叫他阿瓜 我們歡迎阿瓜 好 好 謝謝 謝謝雪妮 很高興喔 因為雪妮超級認真的 她上個禮拜還跑去寶藏岩 然後我們大概相處了五六個小時 她就問我都市少女的點點滴滴 然後回去之後 我就看到Facebook上面有破一篇文章出來 把我嚇一跳 那就是很謝謝大家今天在 在飛駕那個晚上來這邊 其實大家有可能是有在上班的嗎 還是都是學生 上班的請舉手一下 OK OK 好 那 那其他就是學生 那我想 因為我的高空檔 應該準備很多 我都實情擔心我必須要 應該是說 我準備了都一百多張 那每次都是六十分鐘 就每次一張那個slide 我就不需要用很開的速度來講 那講到最後也有一點多便帶不起 不過我今天還是希望說 有些東西可以讓大家看好 那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看一下一些影片 接下來 … 我覺得 cyc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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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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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說距離捷運站 零光站五分鐘的時間 你就會看到買餐買股的一個過程 這是在台北 那這個先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再看 這是去年我們做了一整年的 教股如馬拉松的企劃 作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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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些捕到的鱼做一个整理 然后放在网络上面做一个栽培 那这是去年做的一个 跟生态有关系的一个瓢虫记 那瓢虫记号本来是从巷子里面 我们做20只瓢虫 然后人造瓢虫放在街头 那结果木人走过去说 好久没有看到瓢虫了 这边有一只 那这引起我们想要做很多只的鱼网 所以在去年就做了3万只 前年做了20只在街头 然后隔年发动3万只 让民众参与的一个计划 这边是不公开的 就在街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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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地面 在街头上 都在街头上 在街头上 在街头上 这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朋友很可爱 请跟着我们一起做瓢虫 后来这个计划顺利达到 那大家做的瓢虫 他们就各自带回自己家里附近的盆栽 让更多人感受到这个微小的感应源 那瓢虫其实是一个对自然生态环境有益的虫 它会吃掉牙虫 对一些农作物它其实来说是一个有益的 那所以我们在感应说瓢虫慢慢不见了 其实它天底多或者是我们自己就是没有给它这个环境 所以我们就设计这个感应 那这个也是一个还蛮有趣的案件 就是巴仙 它是做大稻城 在还没做大稻城之前 其实对大稻城的印象就是过年的时候那边会人挤人 很挤这样子 那做了之后我们发现那边的店家很有温度 我们可以来看一段 在这边的店家里吃饮料 看那天底会有好处理 也算是因为觉得这边的相产 吃败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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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道寺的記號 結合就是從外國人的角度來看臺灣 然後從不熟悉大稻埕的人去感受臺灣 或者是他小時候曾經接觸過的一些片段 然後用這樣 試圖用這樣的方式來 讓大稻埕有一些新的氛圍可以加入進來 另外我們做了一張大稻埕的擺針圖 重新去看他的 像是 進去大稻埕來看到很多中藥 那我們對那些東西很好奇的程度 所以我們就一個一個去看訪店家 大稻埕那邊有很多 很多奇人意識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個 來自 立陶宛他去逛那邊他的感受 或者是來自美國的設計師 印度的設計師 他們去逛的一個 想法 他說 比起信義計劃區 他覺得大稻埕這邊讓他感受到有生命力 另外 其實你一定不會想到 在那邊買東西 因為後來 做了這個跑捷之後 我就很喜歡跑那邊 在那邊買東西的經驗是 你要買綠豆 然後老闆會跟你說 這是亮面綠豆 還有 或者是霧面綠豆 我說什麼是亮面綠豆跟霧面綠豆 他說兩個煮出來的效果是不一樣的 那我就跟老闆說 那我可不可以只買幾兩碗的份量回去 老闆說好 就不管你買多少我都報給你 這樣子 所以老闆其實對一般科目也是這樣 那 我覺得這是感受跟在超市是完全不一樣 你可以從老闆那邊得到很多資訊 同樣是綠豆 他可能擺了十幾種 然後他會告訴你說 這些有什麼樣的一個差異 像海澤皮也是 有分等級 怎麼樣去區分 那老闆會告訴 那還有剛才我們看到扇筒店的老闆 他 銀事作業被我們發現 所以我們就邀請他唱了一段 給外國的設計師 大家都很開心 靖 yogi 郭培 郭培 GLOVE 郭으 郭 Vers 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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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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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放一小段 因为这是一共有四天的一个活动 然后我们分别请一个人跟一个家庭的人来做录影的这样的实验 想说有些种距离情的时候就带上了该是一项 那帮中的主角他是台大中文系 来自香港 因为我平常会去旅行 所以自己平常就有洗一张 旅行例外东西的一个小单子 所以收拾东西就装在一个单子上收拾 那再加上这次额外的一些东西枕头椅子 还有食物啊一些东西 如果要说其他的话就是一个全新的体验 因为之前没有一个人读过 那也没有在故事里面也会给过 那也不会说自己在一个比较算是有一点 其实我没有故意把他的脸打暗 是这个扣影机比较暗 那这些都算是全新的一个生活的经验 想说可以透过这次的草地录影 认识一下这样的生活 那说是如果怎样 可以方方便或者其他的事情可以这样做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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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